习近平欧洲之行吸引全球投资者关注 中国领导人对欧洲进行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访问 习近平此行将决定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关系之一的成败与否 在中国与欧盟之间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周一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并将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停留 欧盟正在对中国政府及其电动汽车业务涉嫌扭曲市场的行为进行调查 中国也在同时对欧洲的酒类和农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习近平此行 许多人希望看到缓和与合作的迹象 这牵涉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和欧盟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强国 有着广泛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 两国贸易关系的任何中断或恶化都将波及全球市场 影响各行各业和投资者的投资组合 全球投资者对习近平的访问翘首以盼 因为积极的事态发展有可能缓解市场的不确定性并恢复信心 负面发展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减少贸易壁垒和解决争端可促进贸易流动使之更加顺畅 从而提高市场可预测性并降低投资风险 例如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的欧洲投资者可能会发现 在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得到解决之后 他们的商业运作会更加清晰和确定 同样在欧洲寻找机会的中国投资者 可能会遇到更少的监管障碍和贸易壁垒 从而促进有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可以肯定的是 习近平外交之行的意义超出了贸易方面的考虑 因为它凸显了中国更广泛的战略目标和地缘政治倾向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欧亚大陆内外的互联互通 并促进经济合作 这与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存在交集 通过加强与欧洲国家的联系 中国寻求推进其地缘政治利益 扩大影响力并进入新市场 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 习近平的访问意味着可能有机会参与金砖四国相关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之际 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的共同努力至关重要 北京与欧洲领导人的高层接触为重申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维护国际贸易规范和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提供了机会 对投资者而言 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贸易紧张局势的承诺 将意味着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 有利于长期规划和风险管理 因此在全球两极分化和市场分化加剧之际 习近平此访的影响无疑将有助于坚定投资者的观念和稳定市场情绪